關於跑步呼吸 我在第一集中講過 中長距離我建議用兩級兩夫的節奏去跑 在這裡我非常感謝大家 踴躍分享你們的經驗 令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技巧 而這條影片我會解答最多人問的問題 以及分享另一個角度去運用這個跑步呼吸技巧 如果你是未看過第一集的話 不知在上面的連結重溫 而第一個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兩級兩夫吸的話是用鼻吸還是口吸 而敷的話是用鼻吸還是口呼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重點 重點是不要把空氣吸入肺部 而是要把空氣吸入腹部 當你吸入肺部 你的肩頸部就會很緊張 這些位置是很緊張的 但如果你把空氣吸入腹部 首先腹部會脹了 然後這些位置是很放鬆的 放鬆狀態 但我都分享自己的做法 我自己通常都會用鼻吸口呼敷 偶爾會用口吸口呼敷 偶爾會用口吸口呼敷 有些人會覺得口吸口呼敷是比較舒服 所以適合他們用多些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主要是看你的習慣 哪一個比較舒服 來決定 第二個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不三級三呼而是要用兩級兩呼 首先我假設大家都明白這個常識 就是當我們開始跑步的時候 肺部的二氧化碳的濃度開始慢慢提升 而越跑越用力 就是越來越快的時候 身體傳送到肺部的二氧化碳 就會提升得很快 令肺部的二氧化碳的濃度 提升到要加快了我們的呼吸 才可以排出更多的肺氣 所以跑步呼吸的目的 並不是增加我們的氧氣 而是透過呼吸越來越多 去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 當你知道這個道理之後 我就會用小學生的數學 來簡單告訴大家 以下三種方法的分別 首先我先講四級四呼 假設你每分鐘是跑180步 俗稱的步頻180 當你四級四呼的時候 由於你跑8步 即是吸吸吸吸呼呼呼呼呼 才可以呼吸到一口氣 而每一分鐘 你就可以吸到22.5次 我將180步除以8次 假如你每一次呼吸 你呼出了4公升的空氣 你每分鐘就有90公升的空氣流通 三級三呼 如果少了的話 就是3.5公升 每分鐘你可以呼吸到30次 180步除以6 每一分鐘就有105公升的空氣流通 最後兩級兩呼 套出的空氣是3公升 每分鐘你可以呼吸45次 每分鐘就有135公升的空氣流通 這個計算的結果 令到我們知道了 在這三個呼吸方法底下 兩級兩呼 是更加有效地 能夠減少二氧化碳的堆積 同時也會增加肺部的含氧量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 兩級兩呼是比較有用 就是這個原因 這條影片主要是想告訴你 其實這個跑步的呼吸方法 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運用 我會提出3個用法去運用呼吸方法 來測試自己的跑步強度 第一 當我溫暖的時候 我是第一公里或第二公里的時候 我會利用4級4呼吸方法去跑 因為如果我用4級4呼方法去跑的時候 我的呼吸仍然可以進行舒服的話 代表我現在跑的速度 這個強度也不算高 避免了我一開始跑得太快 令到我越跑越容易 使用我的力氣 所以我可以用4級4呼的方法 來決定我暖暖時的速度 第二個運用的方法就是 假如我用6分鐘1公里的配速去跑步的時候 我會測試一下運用3級3呼的方法去跑步 如果我仍然是很放鬆的 很自在 很舒服的去跑步 代表我現在的訓練的強度 都還不算很高 那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你可以處理到6分鐘 或者是更加快的配速 最後就是可以運用這個呼吸方法 來測試一下跑高強度的threshold run 例如跑4分鐘的配速 如果這個速度 你是沒辦法用2級2呼去維持 而一定要調整到2級1呼 或者是2呼1級的方法去跑步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判斷自己是不是太過用力 看看自己需要不需要調整一下配速 最後就是再次感謝有份留言的人 我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而下一條關於呼吸的影片 可能就講關於短跑經常運用到的呼吸方法 今天的問題是 究竟你是用鼻吸還是口吸 鼻呼還是口呼 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各位順便